据日经亚洲1月6日的报导 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日前接受了采访 他表示美国现在需要确立平衡对华的政策 他呼吁美国继续在世界经济、气候变化这些关键问题上 与中国保持接触 佐利克表示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美国是有必要面对中国的 他说你不能复制中国也没有办法控制中国 更加不可能让中国消失 他认为美国既需要安全的威胁 也需要继续和中国在气候变化、流行病、世界经济等问题上合作 找到这种平衡是我们这时代的挑战 对于对华经济方面 拜登政府坚持所谓的小院高长政策 对中国是实施出口的管制 佐利克评论说他理解美国政府是想保持科技的优势 所以就不出口一些高科技的东西 但是这种举措很可能 反过来会伤害到美国公司 当然中国是可能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你不出口给他当然是做少很多生意 博利克警告说美国的经济发展 和开放的国际经济密切相关不可分 出口管制很可能会对美国造成伤害 说到中美之间的冲突 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 这个Thomas可能经常说 这位前世界银行行长没有直接回答 佐利克回应说他希望 这个不是不可避免的 是希望 因为冲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但是他同时直言 由于2024年美国大选 拜登是不希望在竞选期间 遭到对华软弱这种态度的批评 因此拜登政府近期不太可能表现出和解的态度 因为是选举 佐利克曾经是什么人呢 这位前世界银行行长 他之前是美国前总统小布殊的政府当中 他做过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的 而且在2007年和2012年出任世界银行行长 日经亚洲就说 佐利克在美国被视为 在美国对华接触的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他希望看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之中发挥到作用 2022年的2月 差不多一年前 佐利克曾经在彭博发表了署名文章 就说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在确保全球的增长、韌性和发展方面 存在很大的共同利益 他认为中美是需要所谓新的上海公布 尋求一条既追求竞争 又追求共存的道路 上海公布是什么呢 上海公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美国政府之间所签署的第一个联合公布 尼克逊在1972年2月访问中国的时候 在上海和周恩来签署的 全名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美利坚合中国联合公布 在1972年2月27日签署 在1972年2月28日发表 上海公布的发表是标志着中美两国政府 经过20多年的对抗 开始向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为两国的建交奠定基础 而这位全世界银行行长认为 中美之间可能需要一个新的上海公布 下一个话题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篇 这是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的文章 从一个新兴国家的媒体的角度 看什么是公平的世界经济体 20世纪70年和80年代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去到美国 希望尋头美国梦 美国当时的确是繁荣的象征 70到80年代 但是今天 世界的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家重新思考当代 世界经济超级大国的概念 以及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七国集团G7 最初的成立是为了应对 在70年代经济衰退和石油危机 带来的挑战而成立的 在70年代 重心就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合作 同时G7也会关注 安全和预防冲突方面 是一个角色的 但是在后冷战时代 超级经济大国的格局变得更复杂 近年 中国已经从一个新兴市场 转变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全球经济体 中国是以技术进步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而举世文明 这个大家都很明显看到 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 十年前就为全世界基础设施的项目 配置了大量的资金 整好基础设施当然是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活动 增强了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相反美国又如何呢 美国虽然仍然保持着主要超级大国的地位 但是面临巨大的国内的挑战 包括收入不均 中产阶级的萎缩 政治体系的两极分泛 你看他选总统就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在军事上投入的大量资金 但是他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角色 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或挑战 虽然你扔那么多钱在军事上 但是你也未必能信服到所有的人 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传统划分 现在变得是不合时宜的了 很多新兴经济体 目前它的增长速度 实际上是超过了发达国家 而且在减贫或者教育方面 是取得很重大的进展 比如中国 现在已经是挖起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在文化素盲和基础建设方面 取得了令世人触目的成就和进步 相比之下 美国是面临医疗成本和基础设施这方面的挑战 我们不是说在美国 就是说在中国 就是以一个巴基斯坦的媒体的立场 描述了他看到的事实 他现在看到 除了韩国、巴西、印尼这些新兴国家 展示到自己的优势和创新 显然是需要一种更加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方式 因为世界变了趋势不同了 国家发展的情况也不同了 所以以前的秩序应该是不合时宜的 现在这些新兴的国家 韩国、巴西、印尼 向类似于 所谓东盟的一些区域性的组织 作出一种转变 这种做法 作者认为可以促进 经济和技术的合作 提供更加公平的经济比较 在21世纪 不者认为是不需要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大国 去主导全球的经济 通过重新评估全球经济的治理 他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之中 所有国家都有发言权 有机会去塑造全球的经济 在当前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之中 国内生产总值和军费开支 这些传统的指标 虽然仍然有价值 但是已经不再是 衡量经济发展的充分的基准 是不足以反映 当今经济现实的多面性 现在社会进步了 不只是看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了 不只是看哪个军费开支大力就可以了 只是一个参考 一个社会是否幸福呢 不是看这些事情 比如说什么呢 要看什么呢 息质率 预期寿命 医疗保健服务 是否容易得到 等等这些包容性的指标 广泛的指标 这些指标是更加准确的 反映一个国家的福祉和进步 不只是看GDP 因为这些钱可能全部集中到1% 你的GDP再大 90%多的人生活可能都很艰苦 没有用 这种向综合考量的转变 不只是承认每一个国家的独特优势和创新 而且是鼓励协同合作的区域联盟 每一个国家可以攀手努力 唱度多样性促进商户的支持 最终实现更加公平的全球经济治理 这种做法是对于索造 比较包容公平协同进步 为特征的一个21世纪的经济格局 是至关重要 这就是这位作者的看法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不太知道网上订阅如何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陆宇人金融Hi-T 财经节目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陆宇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